滑鼠、鍵盤、USB等等 這些生活當中常見的 3C 產品 為什麼當初會這麼設計?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5 個 3C 產品背後意想不到的冷知識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滑鼠、鍵盤、USB 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生活當中常見的 3C 產品 那你知道它們為什麼會設計成現在這個樣子嗎? 你有發現,滑鼠的游標其實是斜的 USB 又為什麼總是一次差不對呢? 這些 3C 產品當初為什麼是這樣設計? 背後有什麼考量? 這樣設計真的有比較方便嗎? 我們每次用電腦時,可能都會點擊滑鼠幾百次 但你有觀察到,滑鼠的游標其實是斜斜的不對稱的嗎? 為什麼它不設計成完全垂直的呢? 網路上面有許多猜測 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們如果用手指向螢幕 大多數人會用慣用的右手傾斜的指過去 滑鼠就是在模仿這個姿勢 有人說,比起直線 人眼好像更能夠辨識出斜線 所以把滑鼠的游標傾斜一點點 更能夠讓我們在螢幕中辨識出它 不過這些都只是一些猜想 更有可能的說法是這個游標的設計 跟當時的螢幕解析度有關 早期的這個電腦螢幕的解析度較低 像素的顆粒較大 如果游標設計成垂直的箭頭 那我們用滑鼠點擊時 會難以確認這個熱點 也就是游標箭頭尖端的點擊位置 而設計成斜線 我們能夠更方便地去判斷出 游標的精確點擊位置 後來隨著螢幕的解析度越來越高 這其實也不是問題了 但游標的樣子卻一直延續了下來 而關於滑鼠還有另外一個冷知識 就是滑鼠的名稱由來也很有趣 1963 年美國人恩格爾巴特 發明了第一個由木頭製成的電腦控制器 控制器上面有兩個金屬輪 能夠在水平跟垂直的方向移動 因為這個控制器的尾部 拖著一條長長的連接線 就像是老鼠的尾巴 因此這個控制器也被叫做滑鼠Mouse 而後來的這個滑鼠 雖然造型有了不少的變化 但名稱與游標的樣子 都已經深入人心 一直延續了下來 除了滑鼠 另外一個我們視訊會議時 都會用到的鏡頭 你有想過 為什麼鏡頭都是設計成圓的? 它可以改成方的嗎? 有比較懂攝影的朋友說 如果相機的鏡頭變成方形的話 鏡頭就會不好轉動 不容易對焦跟變焦 這可能確實是一個影響因素 但更可能的原因 是和鏡頭的製造成本有關 早期的鏡頭是由單片的凸透鏡構成的 但這樣的鏡頭成像的解析度不佳 而且也容易產生色差 之後鏡頭改良 變成用多片的凹凸透鏡組合而成的鏡頭 從而能夠改良解析度與色差 變成這樣之後 鏡頭打磨的難度與成本也一同增加 如果鏡頭要做成方形 打磨起來會更加的複雜跟耗時間 除了打磨麻煩 圓形的鏡頭也可以讓光線進入時更加均勻 用光圈調整鏡頭靜光亮時也能做到更精確 不過,既然鏡頭都是圓的 為什麼拍出來的影像卻都是方的呢? 這是因為相機中的底片或感光元件都是方形的 而鏡頭在它們上面成像時 也就會形成是方形的 在底片相機時,底片都設計成方形 因為這樣能夠最大化的利用感光面積 提高每張照片的解析度 到了數位相機時代 數位相機的感光元件是晶片 晶圓代工廠在將一整塊晶圓切成晶片的時候 方形切割比較容易 圓形切割需要很高的工藝 再加上切成方形晶圓的利用率也會更高 切成圓形會產生更多的邊角料 而且切割晶圓的方式都有標準與規定 如果做成特別的圓形 也要採用特殊的切割方法 相應的成本也會大增 所以晶片通常都會切成方形 而這個相機的感光元件也就都是方形的 除了鏡頭,鍵盤的設計也讓人很疑惑 為什麼鍵盤的排列是QWERTY 而不是ABCDE呢? 我們現在用鍵盤打字感覺都很順暢 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鍵盤的排列是QWERTY 而不是按照ABCDE的字母順序? 許多人推測,這是因為鍵盤發明時設計的人 為了讓大家可以雙手配合打字,打得更快 刻意地將常用的子音與母音的字母分開 但其實最早會這樣設計不是為了效率更高 而是怕鍵盤被打壞 QWERTY的這個排列方式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打字機 1873年,政治家蕭爾斯在研究打字機上的字母排列 他發現,因為打字機是連軸設計 如果快速按下相鄰的鍵 機器就會很容易卡住 於是蕭爾斯決定改進設計 讓常用的字母不那麼靠近 發明出了按QWERTY排列的鍵盤 而打字機也因此不會經常卡住了 不過,這只是其中一種說法 也有人說蕭爾斯會發明出QWERTY鍵盤 是考慮到電報員的需求 因為在摩斯電碼中 Z與S與E的區別不大 為了讓收電報的人區分出這些字母 並快速地用打字機轉路 蕭爾斯在鍵盤設計時也將這些字母排得很近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蕭爾斯的發明確實通過了時間的檢驗 即使之後出現了許多不是QWERTY排列的鍵盤 像是德沃夏克鍵盤、還有擴碼鍵盤等等 但大家都還是更習慣QWERTY的打字方式 QWERTY鍵盤也始終是主流 直到電腦出現時 鍵盤設計也仍然依照大家已經長期形成的打字習慣 沿用QWERTY排列 好,那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像鍵盤這類的3C產品 可能比較少會注意到 它們的設計有特別的用意 但也有另外一些3C產品 它的設計存在感很高 甚至讓人覺得很困擾 好奇它不能夠改進一下嗎? 我們在開視訊會議時 用麥克風講話時經常會出現雜音 甚至是在很安靜的地方 為什麼麥克風有的時候還是會發出嘶嘶聲? 有人說這是因為線材老化引起的雜訊 那也有人說這是因為街頭的接觸不良 導致傳出的訊號不穩定 其實這些說法都有道理 麥克風為了要收音設計得非常靈敏 可以捕捉到大範圍的聲波 並且將這些聲波轉化成為電訊號 因此一些背景噪音、電源噪音 也都會被麥克風接收 而且麥克風還容易受到電磁的干擾 我們在開視訊會議時 麥克風旁邊可能還放著電腦、手機、藍牙耳機等等 這些電子設備發出的電磁波 都可能會被麥克風捕捉到變成雜訊 另外,如果麥克風的電源接觸不良 電源不穩定也可能會產生噪音 並且被麥克風給收到 如果想要減少雜訊 可以在平時使用時 將旁邊的電子設備放得遠一點點 避免電子干擾 還有麥克風的插頭跟連接頭 也要記得定期的清潔 避免氧化或污垢引起的接觸不良 現在也有一些麥克風會加入動態降噪技術 能夠即時的監測跟抑制電子干擾 還有像Logitech的這麥克風 他們會用AI技術 深度地學習大量不同地區與人種的說話和音調 讓麥克風更好辨識出人聲 並且消除環境中的非人聲噪音 這樣子,開這個線上會議的時候 桌面的敲擊聲、空調嗡嗡嗡的這些聲音 都會被麥克風的降噪功能給消除 我們就可以聽到更清楚的人聲 而不只是麥克風 工作時常用到的隨聲碟也很讓人困擾 為什麼隨聲碟總是一次插不對呢? 但在用隨聲碟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隨聲碟很少能一次插對 甚至要插到第三次才能插對? 有人猜測,因為隨聲碟插進去的時候 需要用一點點力 大家在第一次插的時候 往往怕太用力會插壞 所以不確定就不敢用力 第二次反過來插,又推到了錯誤的面 因此通常要到第三次才敢確定 才會用力推進去 許多網友說自己確實有這樣的心理 不過除了心理因素 隨聲碟本身的設計也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 大家都知道,隨聲碟是用USB接頭 但因為這個接頭的設計看起來兩面長得很像 容易讓人誤會兩面都可以插 或是難以判斷哪一面才是對的 所以很多人抱怨USB接頭也設計得太難用了吧! 但其實會這樣設計,當時的設計者們也有特別考量 在1990年代以前 市場上還沒有統一的設備接頭 電子設備要連接時 還得用各自特殊規格的連接線非常麻煩 於是在1994年 康博、Intel、IBM、微軟等等的科技公司 決定聯合開發一個通用的接頭 為了讓市場接受度高 接頭容易推廣 他們決定使用單面插入的設計 因為這個樣子製造簡單成本也較低 其他廠商可以跟進一起製造 而且價格能夠降下來 一般的消費者也都買得起有利於推廣 另外,那個時候雙面插入的接頭 連接時遠遠不如單面插口來的穩定 所以最早的USB接頭USB Type-A 就被設計成是單面插入 後來隨著USB的製造成本越來越低 雙面接頭的穩定性越來越好 USB接頭也逐漸演進成了雙面可插的USB Type-C 現在在用最新的隨身碟時 就不太會插錯了 那像是USB這類3C產品出人意料的設計 以及後續的不斷趕進 都是為了讓消費者用起來更舒服、更便利 而贊助今天這一集的Logitech for Business 也在努力讓產品變得更符合每個人的需求 他們也特意幫我們全面的升級辦公設備 那就直接來開箱志祺七七升級後的辦公室吧! 我們團隊一週有四天都是遠的上班 員工都說遠端的好處很多 可以節省許多通勤時間 但我發現開遠端會議卻讓大家很頭痛 大家都不愛開鏡頭 交流沒有面對面來的直接 容易理解錯對方的意思 設備也很容易出小毛病 不是突然被雜音打斷 就就是誰的麥克風又壞了 很耽誤這個開會的進度 那這次Logitech for Business 幫我們升級了開線上會議的設備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那我身邊的這個Rally Bar Mini 就是一個專門用來開視訊會議的設備 那以前開視訊會議時 誰講話我都要手動轉鏡頭 這個電腦要不停的移來一去 非常的麻煩 但Rally Bar Mini 可以自動的對焦正在講話的人 將鏡頭對準它 那想要一起入鏡的話 也完全可以 它的鏡頭是120度的超大廣角 那這樣開會時 大家終於不用為了入鏡挪位子 然後擠在一起 坐在角落的人 也不用被迫變成一個邊緣人了 好,那Rally Bar Mini 是適合了6到12人的大空間 但如果像是我們小會議室這樣子的話呢? 那還有另外一台Rally Bar HODL 也可以拍到會議室的所有人喔 它有一點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它開完會之後呢 它上面的這個鏡頭遮罩會自動的關閉 像我比較注重一些隱私 那有這個貼心的小設計 就不會擔心自己忘了關鏡頭或是被偷拍 那外觀呢 也是蠻時尚的 放在辦公室裡面不會突兀 而且它的外殼是可拆卸的 那用久了、髒了 換一個新的外殼就OK 那外殼還可以做客製化的定制喔 喔!對了! 還有這個Scribe AI 白板攝影機 超級酷的 那之前呢 我要分享這個白板上面的筆記 都要先拍照 然後之後再把它上傳 麻煩又浪費時間 那現在呢 我只要切換到這個白板的鏡頭 就能夠直接分享了 而且神奇的是呢 這個 AI 還會自動的 把擋住白板的人給去掉 辨識也蠻清晰的 給它加一點點難度 它也都能夠辨識得出來 那這樣子呢 同事就不用再花時間喔 在會後特地去幫我整理一些筆記了 然後除了鏡頭 這個Logitab for Business 還幫我們加裝了這個Rally 麥克風 之前開會的時候人一多 會議室就有很多的雜訊 時常聽不清楚別人講話 那這個Rally 麥克風 用了 AI 智慧的降噪技術 可以消除非人聲 像這樣的噪音 可以消除非人聲 像這樣的噪音 那接這個麥克風 感覺這個開會的時候 它的收音清晰得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很少會出現像是噴賣或是雜訊 而且它還可以一鍵靜音 這樣子呢 開會的時候 想要先跟同事私下討論 直接按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總結來說 這次體驗下來 我覺得這套設備用起來 都蠻方便的 現在大家都能夠一起入境 開會時有了更多的參與感 討論時被雜訊打斷的狀況也少了 開會的效率也因此高了很多 Logitech for Business 致力於運用 AI 的智能科技 專注視訊、會議設備 和個人協作方案的兩大領域 能夠幫助企業與員工 大大提升團隊溝通 還有工作效率喔! 那如果你也想要升級你的辦公設備 可以趕快預約 去他們的商務協作展示中心體驗看看 這次我們了解這些3C產品的發展過程之後 發現雖然他們的脈絡很不一樣 但有種類似的發展邏輯 一開始這些產品在設計時 可能最首要的考量未必是要好用 而是要容易流通 那要容易流通讓大家容易接受 就需要控制成本 讓這些產品的價格不會太貴 那這些最初的設計其實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久而久而之,大家又習慣了 這些設計也就一直延續下來 比如剛剛講到的鍵盤排序 或者滑鼠的游標 都是因為習慣而成為經典的設計 另外一方面 如果這個設計真的很無反直覺 大家怎麼樣都無法習慣 那這樣的設計勢必會做一些改進 像是USB、麥克風現在都有的更新 新的設計使用起來也便利的多 這讓我們意識到 好的設計並不只是單純的追求性能 而更多是為了適應人們的習慣與需求 讓我們用起來更舒服、體驗更人型化 最後,我們也想要問問大家 你覺得今天的3C產品冷知識當中 哪個最有趣呢? A. 斜斜的滑鼠游標 B. 圓圓的鏡頭 C.QWERTY 排列的鍵盤 D. 雜訊不斷的麥克風 E. 第三次才能插隊的USB F 其他我還知道更厲害的3C冷知識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3C產品設計冷知識 此外也可以點一次個地方 看曾經不被看好的產品 以及Google放棄的產品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